一连串的食安风暴持续的延烧 东森财经新闻今天就前往台北市的中山市场 我们来问摊商 其实摊商现在对于知名大厂可以说也是失去了信心 那么对于到底要用什么油比较安心呢 其实都是感到无所适从 沙拉油一桶又一桶搬进传统市场 听到还有喂爆蛋老板请走一走 日据时代开张的杂货店遭逢台湾史上最大食安风暴 陈列在油价上能卖的品项只剩个位数 这个油怎么那么少啊 加上的油 因为什么都不敢进的啊 越来越少了 除了杂货店被波及 小吃摊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老板你们都是用这本油 就算得到金牌奖 客人点菜前还是会再三问个仔细 煮面用猪油老板自己炸 我就之前炸到现在都是自己人的豬油啊 所以我不敢用什么白煮啊 这样啊 不敢去外面吗 不敢 隔壁熏机店同样也担心 维持半个世纪的老字号会毁在这场食安风暴 十个差不多八个都会 尤其是三个礼拜 每个来都会问 那你用什么猪油 我告诉你放心吃啦 我们不会乱用东西 再一次的道歉 顶心卖混冲油造成混乱 魏家二董三董虽然出面认错 还掏出30亿找来营业良站台 成立食安基金退出油品市场 但民众根本不愿买单 他们有钱他们有的是钱啊 30亿对他们来讲是一点点小事情啊 你要关起来 怕你一个无奇徒刑 他就怕死了 我们一直都是无政府状态啊 也没有人下台 也没有人负责啊 飞机都飞出去两辆 处理动作总是IP慢半拍的马政府 也成为众矢之地 看来短时间内沸腾的民怨 还是无法平息 东文财经新闻 江宋 陈文堂 台北报导 这是没有人的